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把皮蛋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变成粘液菜 QQ弹弹,超好吃 做法还非常简单 一起来看看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准备一个耐高温的容器 再铺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我们把皮蛋像视频中这样摆放好 再把火腿肠尖尖的部分朝下 摆在皮蛋的分细处 同样是这样竖着放哦 准备好后 我们再准备两个小碗 让蛋黄、蛋清给它分离开 蛋清千万不要搅拌 直接倒进皮蛋里边 能够刚刚盖住火腿肠 就可以了 同样在上面 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用牙签在上面 加上一些小口 放入蒸锅里边 水开以后用大火开始蒸 蒸上15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用个夹子把它取出来 资料上面的一层保鲜膜 把蛋黄充分地搅散 再加到皮蛋里边 全部倒完之后 再把保鲜膜再次盖回 把保鲜膜撑拉紧实 包好之后 第二次放回锅中 同样的水开之后 蒸上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把它取出来 塑掉上面的保鲜膜 再把底部的保鲜膜四周给它提一提 因为我们有放保鲜膜 所以会非常好脱膜 轻轻一提就掉了 先把它放凉 放凉以后 去掉底部的保鲜膜 看 轻轻的一丝就掉了 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 非常不起眼 我们先在头部这里切掉一点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看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脱落有质 特别好看 把它切成 厌灭后的厚片 不要切得太薄 要不然容易烂掉 切好后真的是无敌好看 颜色搭配以及形状 错落有质 看着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蒸熟的皮蛋没有难闻的安器味 味道变得非常清香 吃起来也不会麻嘴 口感是那种非常细腻 QQ弹弹 超级好吃的感觉 像这样做出来 既好吃又好看 做法还非常简单 还可以搭配上自己喜欢吃的蘸料 口感更胜一筹 我非常建议大家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高端大气 好看又好吃 做法还那么简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 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飘飘小猪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咱们下期视频